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杨明霞 中医师 欢迎来到《轻养生》的这个节目 明天就是圣诞了 相信大家应该会准备去很多派对 今集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不同类型的酒 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以及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宿醉 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适量的饮酒可以帮助行气活血 但如果过量饮酒的话 通常会影响到肝 因为很多时候酒归经在肝 另一方面 脾胃也会受到损害 长期饮酒的人容易令肝胆湿热 或者容易令脾胃虚弱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其实市面上的酒有很多 红酒性味偏温 主要有行气活血的作用 另一方面 它本身有些花青素 可以帮助抗氧化 但如果我们喝酒过量的话 因为红酒偏温热 所以身体容易有湿热的情况 会导致我们容易有口苦、口干 甚至有时容易猛疹、容易有眼屎、大便干热等问题 所以尽可能适量饮用 另外白酒比红酒偏温一些 主要的作用都是行气活血 另一方面 它可以令到我们身体有暖和作用 还有温脾胃的作用 其实我们在西方来说 有些纯白酒 或者是中国有些 譬如那些茅台 或者五两翼 这些都是属于白酒類 这一类型高度数的白酒 其实会令到我们身体是一个刺激 当然适量饮用的话 有时天气寒冷的时候 都可以帮助我们暖身体 另一方面 我们熟悉的啤酒 啤酒本身的酵母 新鲜酵母可以帮助促进胃液 令到我们的胃口大开 适量饮用可以令到我们心情好些 它主要进入的龟经 就是肝经和胃经 它可以清胃火 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清液解毒泥水 但是饮用太多的话 因为它性质偏良 所以它会双脾胃 而令到我们身体容易有湿气 如果长期饮用啤酒的话 男生就容易有啤酒肚 而女生特别容易有水肿脚等等 另外香檳的话 性质也是偏温的 它本身有可以帮助我们 养脾胃的作用 但其实也是说一句 如果喝太多的话 有时会令到我们身体容易有点积热 所以只可以适量饮用 喝酒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要知道自己是寒底还是热底 如果寒底的人平时容易手脚冻 注意他尽量不要喝啤酒类的东西 因为啤酒本身偏寒一些 当然手脚如果偏冻 或者人容易怕冻的话 通常喝用少少的红酒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平时容易熬夜 容易上火 已经是不眠不休的话 人很容易暴躁 很容易会猛症 大便干净等等 这些情况偏热的话 你喝了红酒或者喝酒太多的话 会令到火上加油 人身会弱了 另一方面如果有些长期病患 或者是刚刚病好之后 你如果是饮用酒 都会令到耗散那些气血 所以比如手术后 或者长期病患 或者刚刚好之后 或者感冒 或者人觉得虚弱那段 尽量少点喝酒 因为行气活血的作用 其实会令到我们身体的气虚 或者血虚会更加加重 其实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不同的时辰是对应不同的五藏六虎 如果晚上来说 11点至1点是胆经运行 1点到3点是肝经运行 这段时间最好是休息 如果在这段时间喝酒 会很伤肝胆 所以尽可能如果真的喝酒的话 譬如晚上 三朝经运行之前 后的时间 例如7点多8点 或者最好6点多钟 是最理想的 因为那段时间 肾脏、膀胱经运行 那段时间 可以令到这些酒 可以快些代謝 一般如果我们开派对的话 当然我们很难控制自己的酒量 如果是在家的话 是以养生的角度 平时如果中国的白酒 会建议用那些茅台杯 大概半杯 可以暖脾胃 如果人寒凉的话 喝一点都会帮助我们暖手 另外如果是在家 自己浅尝 自己摸花生的话 其实啤酒大概半杯至一杯 就差不多 另一方面 如果红酒或者白葡萄酒的话 会建议大家 如果是红酒杯的话 大概四分一至半杯 是最好的 当然这些是从养生的角度 如果开派对的话 有时很难控制 所以大家注意 喝完酒之后 尽可能要去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 以免被烤焗 另一方面 就是要注意 平时如果可以的话 回到家 可以煮一些绿豆汤 如果没有绿豆的话 其实可以喝一些普里茶 都可以帮助消息醉 如果我们喝酒的时候 要注意 我们尽量避免吃一些热气东西 辣东西 或者浓味油理的东西 因为这些东西 会令到我们 会加重了 那些酒里面的濕热作用 所以如果大家 真的喝用酒的时候 如果真的预复派对 要喝很多酒的话 最好可以吃一点 那些淀粉质类的东西 例如面包 或者少少白米饭 先浪浪浪肚 保护围壁 以免酒精 傷了围壁 所以大家喝用酒之前 要特别注意 其实桌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 葛花和来伏籽 来伏籽是萝卜的种籽 它本身可以帮助消逝 和去一去食跡 而葛花可以清一清湿热 同时也可以帮助预防缩醉 其实方法很简单 你喝完酒之后 我相信大家已经过了凌晨了 尽可能如果早上或下午的时候 煮粥 加少少来伏籽 加少少割花 或者用它们来焗水 都可以令到我们身体 可以预防缩醉 滚水下了之后 大概焗20分钟就可以喝了 另一方面 刚才有说 红酒、白酒 或者烈酒 都会比较容易湿热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 可以用一些灯芯草 生意米 以及菊花等等 这些食材来焗水 其实方法很简单 就是将所有食材 大概每样一至两千 放入滚水中 焗它大概15至20分钟 菊花可以后下 因为你闻到的香味 就已经可以喝了 喝完酒之后 相信大家都会有些想吐 或者胃很不舒服的感觉 我建议大家可以按一下穴位 就是我们手腕内側这个位置 你可以放三只手指位 正中点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来关穴 内关穴可以帮助我们宽空离气 同时也可以令到胃围舒服很多 有时如果喝完酒 有些手腕的话 通常会想吐 这个穴位其实有很好的止吐作用 如果你一吐不舒服 大概由轻到重的手法 按大概一至两分钟 都会舒缓到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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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